半年没喝水的男人们在沙漠中找到了一杯水 即将渴死的光头男赶紧冲过去 没想到这水杯却端不起来 接着更是把它炸成了黑灰 看着这惨烈的一幕 泰迪有些不知所措 但如果再不喝水的话 他自己也会被渴死 反正横竖都是死 于是泰迪决定赌一把 跪在地上的他紧张地伸出手 没想到这次水杯居然很轻松地就被端了起来 泰迪也顾不得这水有没有 直接送到嘴边一饮而尽 然而刚刚喝完杯子里的水 从他手掌接触到地面的地方 就生长出无数的植物 最后蔓延成了一片绿洲 当看到不远处的森林时 他才知道这个杯子是圣杯 而自己也凭借着能催生植物 和占卜未来的奇异魔法 制造出了一柄神圣的长剑 随后又在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王国 这天泰迪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孩 他下意识地去预测女孩的未来 却发现自己压根看不透她